北京时间11月1日凌晨 一位国平名将的身影踏上了新的征途 王曼玉身着简约而时尚的黑色运动服 风尘仆仆地离开北京 朝着德国WTT法兰克福冠军赛进发 在他的旅程中 虽然只看到了与体能教练孙奇的相伴 但那份对比赛的专注与期待 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形影相随 作为国内乒乓球团的一颗璀璨明星 王曼玉每一次出征都牵动着无数球迷的心 这次远赴异国他乡 他的每一份努力都凝聚着 对乒乓球运动的热爱与执着 长达11小时的飞行路程 是对体能的考验 更是对意志的磨练 当他抵达法兰克福时 当地时间是11月1日上午 他将面临时差的不适合调整 但这并未能阻挡他为比赛做准备的决心 对于王曼玉来说 此次WTT法兰克福冠军赛 无疑是一场重大的赛事 这场比赛不仅是记忆的较量 更是心理素质和体能储备的全面检验 在此前的赛事中 他所展现出的超凡实力和不懈的努力 已让众人对他寄予厚望 在机场的那一幕 虽然只看到了王曼玉与孙琦并肩而行的身影 但我们知道在他背后 还有一整个团队的支持和陪伴 他们默默地在背后付出着努力与汗水 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同样没有出现在镜头前的王楚清 以及其他教练们 他们也是这场比赛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刻的我们虽不能亲自为他摇旗呐喊 但心生相通 在此我们祝愿王曼玉起落平安 比赛顺利 愿他在赛场上再次展现 那股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卓越的竞技水平 我们相信 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和困难 他都会以最饱满的热情和最出色的表现 迎接每一个挑战 让我们共同期待他在WTT 法兰克福冠军赛上的精彩表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